据韩媒报道,涉嫌在胜利夜店Bernese内吸毒并贩毒的中国MD安娜承认在夜店内吸毒 3月19日,安娜前往警局接受第二次询问,包括严实,拒绝露联 警方表示,已确认安娜的毛发呈阳性反应 在调查过程中,安娜承认她曾与招揽来的中国客人一起吸毒 但安娜否认向夜店VIP顾客提供毒品的嫌疑 表示是中国客人直接将毒品带来的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